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长的人需要做这种事情吗 那么一万个韩国瑜来都做不了这个事情 你不是在 你得修路人家 碰碰自己 然后又打 就等于打自己的脸 我觉得这个人讲话 毫无彰化 毫无头脑 毫无计划 毫无脑筋 你这个人怎么样去治理 一个城市的百里喉 这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这个人有什么资格 就是以他的这个脑筋 讲话那么快 完全没有 也没有想说 这个话的那个厉害性的关系 你其实就是说 我的本性是什么 我就自由地讲出来 所以他本性是随性的 很对男女关系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模糊的 界限很模糊的 那么你另外一个呢 你既然可以讲到这些 就是说可以做这种 媒合的事情 我报答的事情 那么表示你对这种裙带关系 是很寻常的 那么政治里面 在搞上很多裙带 男女关系 是不是会很复杂 你这个关怎么会做得很清廉 所以我们怀疑 然后你做一个 想要选一个百里喉的话 你的心性正确 你的愿景在哪里 你对这个城市 所有的 我所报答要为民服务的 就愿景在哪里 最少画一个像样图给我们看 假的也好 但是你要取信移民 你有没有下过功夫 你三五天在台北 一直上过媒体 在一直操作那个网络 然后一两天两三天到高雄去 那么你跟高雄 你又对高雄用了什么爱 用了什么观察 用了什么心力在努力 我们非常怀疑 我要提醒所有的女性的 你们刚刚在那边 她讲这个话 你们当做一个 哇 好好玩哦 说不定觉得很开心的样子 笑的那个样子 发肆乱肠 我可以想象那种嗨的样子 我觉得很难过 台湾女性女权主义走了三四十年 结果是落了这个样子吗 我们不需要自己再还行一下吗 我们对这样一个候选人 我们也应该要用虚声或石头 把它打下去 而不是用那么嗨的那个 那个那个欢笑这样 好像在鼓舞她一样 我真的对我们这一趟 选举觉得很难过 你过来就不知了吗 我们还是觉得很难过 使用双方向 改双方向 和那边 不知了 我们不知了 一个人 有时候 这是 不知了 我们的 为什么 不知了 我们的 晚上就會碰到的 我沒有太習慣了 客官就說 你騎一步去 對啊 是你三個去 對啊 夠厲害的 你是在環路上 你不可能選一場 也不可能跟你選一場 二場 你是不可能選一場 你都在本地在選一場 它是對外地來的 它就如果真的 在選一場 它就不會去選你的海底的位置 你也不可能去選一場 你們兩個是天作之河 你在環路上 我告訴你 對啊 這會員是英雄 那都厲害 這真的是很厲害 如果唐國瑜選市長 就算不能當選 也可能把隔票率衝到45 那有45%的市長的隔票率 議員的隔票率就不會太長 對啊 那加上無黨籍的隔離 保住過去議長的機會 就是滿大的 快點來 你坐下 你給我坐下 讓警察前進來 當警察前 讓人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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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你們再多選幾十 都計算幾十 好 靜民表決 退時抗議 你們退時 對啊 我們一間 最後一間 你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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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能不能在這裡說明 那我只是謝謝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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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牌一種的 你招牌什麼 一種是要做的 方格尊重的 我的騙你 我當高雄市長 我在這裡跟所有高雄副理界宣佈 誰來高雄投資 創造了10個工作機會 10個工作機會 我當市長 心臨問問你在什麼 給我100個工作機會 我就報警一下 給你1000個工作機會 我就親你的臉一下 如果有一萬個工作機會 來高雄投資給高雄門一萬個工作機會 我就以身相處 玩到跟你睡覺 各位老闆姐 各位父母 就晚上陪你泡茶聊天 不要想歪了 對...泡茶聊天而已 我覺得最難過的 不是韓國瑜這件事情 而是我對 我們已經在這麼危險的 在中共所有的文攻武嚇 真的假的 台面上的 台面下的 還有發動台商的種種的用法呢 在斬除我們 外交上在阻截我們 裡面也要把我們一個洞一個洞的打爛 結果我們要謙虛更謙虛 慈悲更慈悲 虛心更虛心 你會不會讓很多民眾覺得 我們總統是不是要表態一下 美國都已經... 美國的作戰上將 都已經那麼... 旗幟昏迷地做出這樣的一個宣告了 你一個被保護 被幫助的人 你不能夠選出我們的一些... 最少是意識跟我們的方向啊 所以人家幫你的人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會覺得很擔心 所以我真的 我本來對小英有很大的唏噓 但是我現在覺得就是說 連我這樣的人都要忍不住 因為我每天都會覺得焦慮到睡不著覺 然後我會跟我先生吵架 我先生說小英不是那麼笨 我說對 小英不應該這麼笨 但是小英的作法讓我覺得 我們岌岌可危 而且一步一步攤頭寶一直在倒退 我們要退到退無可退的時候 小英那時候才覺醒的話 我想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個明確的 最少中共怎麼對台灣 台灣就要怎麼對中共 這是一個公平的做法 所以孔子講說以德抱怨 這個是不對的 要以直抱怨可以 我們用直抱他 你用什麼對我做 我回報你這些就可以的 為什麼你連這個勇氣 都沒有辦法做到呢 美國在挺我們 所有的民眾都在挺你 但是你這樣子都不作聲的話 我們覺得真的 我覺得台灣不是 不是高雄的選舉 不是台北的選舉 不是新北的選舉 這麼單純的問題 是整個國家的存亡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旗幟非常鮮明 而且要馬上見機旅行要開始做 這些我想小英不願聽這個話 我也不是民進黨員 但是我覺得我必須跟他講這個話 因為有時候 有一次他上一屆在選舉的時候 他走過我們巷口 他看到我站在我家門口 他馬上叫他的部署打電話給我說 廖老師你要幫我們支持這個 我說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這一任下來 我覺得很著急很擔心 越不能成眠 所以比起韓國瑜 韓國瑜這種跳樑小丑來講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好擔心的 陳其邁先生如果像今天這樣子 持續的在大開火 把你的願景更簡單的 更磊落的 更有力氣的跟民眾宣佈 我相信高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勢 我們現場有多位高雄人 我想請教的是這個子瑜 你怎麼樣看呢 因為他說他是政治素人 若是教理這樣說 政見往路線說話又這麼粗暴 所以他沒有看到這個語言所顯現的 他是黑道背景耶 他以前打過那個陳水扁 對不對 是從後面打的 你一個黑道是應該正面對決 我們就算說你OK 你怎麼可能說後面 在偷襲一個正在講話的人呢 對不對 是是是 他說他是政治素人嘛 但是酸民很愛他 我比較去哪裡 大家都撈起來 說韓國瑜我好愛你 對啦 我這樣也會給我 他說話又吵吵吵吵吵 所以一對一選舉 現在華眾取寵就好啊 是不是這樣呢 因為選民好熱喔 鳳山還爆場耶 來 你在地人你怎麼看 我必須要先那個 回到我們剛剛的脈絡啦 就是說 韓國瑜他絕對不是政治素人 因為他當過兩次的立委 那而且他又在他立委任內 跟他的妻子那個 所謂在雲林世家的議員的家族 去跟台唐便宜的 承租的土地 開辦一個貴族學校 他的收費是雲林地區 數一數二貴的 這種人怎麼可能會是菜飯呢 這種人怎麼可能 只有一瓶礦泉水呢 現在在高雄地區 我們在一個所謂比較 這個清本土的報紙上 都已經可以看得到韓國瑜的 幾乎是半版的廣告了 他的錢從哪裡來 這個是必須一定要問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他有一個選戰的策略 雖然說我們感覺好像 都是一直在說一些很好笑的話 或者是一些在模糊焦點 但他其實是有一種 比較可怕的這個目的在裡面 那我們舉例來講 他現在大家在吵說 到底有沒有賠稅的意思 可是你往前一步看喔 他的確有說過 我要親你一下 那不管你是什麼性別 是逐步來的 對 不管你是什麼性別 你被他聽到這麼一講 你一定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例如說假設今天我就隨隨便便說 我要親憲洪老師一下 還是我要親雅惠一下 我一定就被抓去關了嘛 可是他卻在那種造勢場合上 對著下面的群眾這樣講 更慘的是 國民黨的那個 親國民黨的婦女會的系統 還要出來幫他背書耶 我都想說如果 因為我性別比較不正確啦 如果說我是那些婦女會的成員 我都想說 就算要親 應該也是金城武來親吧 怎麼可以是韓國瑜來親呢 對不對 要挑也要挑好一點的 好 那回過頭來 韓國瑜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幹話的策略 他其實是在去把整個高雄市選舉的關鍵性降低 庸俗化 甚至讓大家以為說那是鬧劇 其實不是喔 高雄市在2018的選舉 他是涉及到習近平到底能不能夠安全下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媒體的露出都有看到說 中國對台灣的這個選舉干預已經是非常非常嚴重 特別是這些網軍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習近平宣布要成立之後 美國開始進行全球圍堵嘛 所以這幾天習近平已經被逼到 要在天安門上面升日本國旗去迎接安倍晉山耶 那這個對那些當年一直在喊說要排日啊 要那個南京大屠殺的這些中國憤情怎麼辦 他們全部都精神錯亂的 所以當習近平已經被逼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他一定要有一個政績 可以去安撫他在中國共產黨內各個系統 那當然就是要拿下台灣 所以2020的選舉 他一定要把蔡英文拉下來 去扶植一個親北京的政權 那你2020要讓蔡英文倒 你就必須要先讓綠營的士氣在2018全面潰散 那麼哪一個城市它最符合這樣的條件 六都之中就只有台南跟高雄 那台南因為這個國民黨的那個高斯柏 他最近可能有需要去看中醫 因為他喊的經濟口號比較那個不是那麼性別正確 就是他說經濟要勃起嘛 所以這代表他可能有一些中醫的需求這樣子 那在高雄這邊無疑的因為韓國瑜他那張嘴巴 而且高雄又是那個民進黨不只是長期執政 而且又經歷過2014的太陽花運動 2016年的蔡英文的300萬票大勝 所以高雄的國民黨的怨氣是真的是已經被累積到個極限 那透過韓國瑜那張嘴把整個怨氣勾起來 然後再加上中國網軍的協助 那就勾起來其實是鳳山這場造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我舉個例子 在今年的7月民進黨全待會的時候 那時候陳其慢的民調他還是領先18到20% 大家都覺得一片看好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的節目 那是不是假民調會還沒啟動 那假民調還沒啟動 但是我們已經在節目上面注意到中國網軍的入侵 所以我舉個例子 像我這個是7月27號公布的這個 我的節目的影片嘛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他的這個點閱人數 一般我們這個地方性的電台知名度比較沒那麼高 所以一般來講這個大概都是70到80的觀看人次 可是這一份因為有點名了 韓國瑜跟高雄市長的選舉 標到4600 所以他那個比例是非常不尋常的 不尋常的 而且再加上去看他的留言 你看 你不會因此而開心你覺得是不尋常的 一開始是有點開心 因為流量爆增了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流量好像寧可不要這樣子 對 就是說你看他這邊那個留言就已經出現簡體字的喔 然後都是一些謾罵的語句 而且好幾頁啦 我就簡單舉例一下 你看就很多都是用謾罵的啊 寫簡體字的 那這些東西 他為什麼要謾罵你 你是提的什麼 因為基本上來講我就是 並不認為韓國瑜是一個好的市長人選 所以這些留言呢它很明顯 它就是一種站在支持韓國瑜的立場 然後對我們去進行做一些人身攻擊 從其實7月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今天都還有 對 所以這個系統性的攻擊它是一直存在的 那麼這樣的空戰的聲勢 它就要配合到 中國共產黨它最慣用的這個統戰手法嘛 就是三戰 輿論戰 法律戰跟心理戰 那法律戰的部分 它比較沒有辦法去那麼進行介入 而且在實體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美軍它一直在捍衛我們台灣 但是這樣的一個捍衛 它是有形的 無形的就要靠台灣內部自己的士氣崩潰 所以就出現了怎麼樣 輿論 要透過這種假的輿論去形塑說 韓國瑜要上來了 民進黨要崩盤了 那麼去影響到 他要當選了 民進黨應該會落選了 對 所以最後如果說民進黨真的因為這一次 被這樣的攻勢給他擊破的話 那必然的 我們先不要說蔡英文這個部分好了 光是高雄這邊它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甚至會影響到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 為什麼 因為美國對台的交流不只是軍艦這個東西而已 他還提到像左營軍港正在擴建中 以後可以停1萬噸以上的軍艦 這一定是要等美軍的 然後第二個 國艦國造7000億也在高雄 那未來呢 那個美國也已經規劃F16的亞太維修中心 要設在台灣 這些東西 如果今天是一個國民黨的市長 當上高雄市長 我光是在軍港附近給你開放那個容積機 給你蓋高樓 中國人進去 軍港全部被看光了吧 這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回過頭來 鳳山的造勢 就是王金平的系統他出現了 然後這個系統出現是為什麼 當然不是為了韓國瑜 他是要去證明說 他可以把韓國瑜的空軍聲勢結合起來 讓他可以成為一個去取代馬英九 取代朱立倫 挑戰未來的黨主席 甚至是2020總統候選人的 這麼一個關鍵的出手 但是呢 畢竟王金平在高雄縣這邊的經營是比較久了 而且國民黨的聲勢比較衰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小撇步 例如說選的場地比陳其賣的小 然後全部都穿紅的 那麼甚至動員還動員到左營高鐵 我們這邊都有錄影 他們有希望大家都穿紅的 對 因為他們的 為什麼看到那個旗海漂亮 看起來怎麼樣 你們後山找得到這麼多國旗 這個可能也是 你們家裡好像都準備好了 可能Made in China吧 我在想 對 是 因為我們有 很多 希望他們穿紅色衣服的 對 因為你空拍下去 就好像全部都知道 黃金平家印的是吧 對 有可能 黃金平家印的 而且當天在左營高鐵站 就有穿韓國瑜競選服飾的人 在等人 接上小巴 然後送去哪裡不知道 但是那些 送去哪裡不知道 因為來的時間比較早 可能先去泡個溫泉 再去照射 這麼好啊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那些人多半都是反年改的 那個都有影片為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動員了整個 需要到高鐵的動員 他們戶籍在高雄嗎 我相信應該不是 應該都不是 對 所以這整理就是有趣 聽說他的選民有七個國家 選民有七個國家 台灣 高雄 有土耳其 有埃及 有新加坡 有七國的 所以我說韓國瑜是選錯 應該選 世界總統 對 我抱歉你子余 你說你除了1026的鳳山 你看到 你反而認為說 等到是看到他 走下坡的一個狀況 因為那個兵法上面有說 一鼓作氣再而摔三個結 那他要發到那個山山大造勢 他所謂的鳳山 騎山跟鋼山 鳳山是人最多的 對 如果說他在鳳山這一場所造出來的是 充其量就是只有到那個為止 而且我們也可以透過現場的人數去比對 他實際上是比陳其邁人少的 是 是 我們昨天有比對 對 所以假設鳳山他就只能這樣的話 那騎山跟鋼山就更不用說 對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 其邁委員這邊有一個比較大的 要改建的地方是說 他真的必須要回覆到 立委時期的陳其邁 就是那種在名嘴政論節目上面那種 充滿攻擊性的 這樣才能夠去喚起我們高雄人的熱情 你覺得要正面迎戰是不是 真的 我剛剛已經覺得這樣子 你也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對 正面迎戰 來 這個董老師 其實我覺得 因為韓國瑜這個候選人 等於說背後有很多中國勢力在支持 這已經非常明顯了 所以我們應該回來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一次的九合一的選舉 中國方面會把他的寶全部都壓在高雄 為什麼 所以我在想恐怕比跟我們想的 可是這樣柯文哲會不會很不開心 因為楊老師說都同一批網軍 所以最近的柯粉跟他流 還比較安靜一點 所以重點是在這個關鍵時刻 為什麼要選擇韓而不是選擇柯 我覺得恐怕就是中國那邊的操作方法 恐怕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韓的韓國瑜的選舉方式 他基本上他有 他幾乎一半的時間在全國跑 所以恐怕他整個目標不是在這個九合一選舉 所以你有沒有被選中統 先把國民黨拿下 你看喔如果 你看國民黨的選舉方式 現在全部都集中在韓國瑜身上 還是柯韓配 然後再過來的話 就是說其他的奇怪了 國民黨其他地方都不顧了 這個也不是國民黨能夠搬得過來的 所以是完全是中共在操作 所以是不是選完以後 只有韓國瑜可以救國民黨 他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我倒是聽說有一種講法 我這個坊間是這樣講 票投韓國瑜就是支持吳敦玉選總統 票投侯友宜就是支持朱立倫選總統 那大家選美女自己去判決 可是不可能啦 他的兩個場次 他跟馬瑜都say bye bye 你們不要來 因為韓北希望去 可是他現在的動作就很奇怪了 我還聽說 現在隨便身邊在保護他的 已經請了十個人 十個保鏢 我觀察選舉觀察這麼久 等於大家把提前 把選前職業提前再舉辦 那後面你要做什麼 我就不知道啦 選前職業的時候 我們看到五萬人 六萬人 現在已經提前 再一個月都給你辦完了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高雄市 因為剛剛陳其邁講到美麗島事件 我就提醒你們要注意啦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過程 我非常清楚 現在是誰要製造一場同情票的事件出來 我提醒你喔 要注意喔 同情票 不是沒有可能的喔 在最高峰的時候 同情票出來的時候 那就贏面就大了嘛 怎麼樣同情票 我們每次選舉都這樣的 又下跪然後落淚 你每一件你給他算上看 這有效嗎 不是這個打槍的 那個打子彈的 那個什麼同情票一出來的時候 整個局勢全部都大改觀 高雄美麗島事件 又要退回到那個年代去嗎 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提醒高雄人 不能再這樣了 來 這個高雄人來 瑞隆你擔心嗎 當然喔 我覺得今天高雄的選情 確實特別的複雜了 有很多外力的介入 那包括先從前面講 這個素人的部分 韓國瑜當然不是素人 二十年前就當立委 他是一個深藍選區中和那邊 選出來的立委 而且他還在立法院打人 而且還幫忙繞人到立法院去 甚至於還押著這個小弟去頂罪 幫他的老大頂罪去警察局 包括他在十年前的時候 為了要選這個立委 想要選立委 那時候還把張慶忠的部分 還去抹黑他 說他這個旅館的部分 有形色的 那還被馬英九認證 取消掉他的參選資格 所以他一路走來 他的歷史其實是留在那裡 他也每次都喜歡講他自己 只有一瓶白開水 事實上是只有一瓶白開水嗎 到高雄看有多少車體的廣告 非常多 非常多車體廣告 什麼全台首付 大家全台首付的 你用什麼東西 要用高雄超越台北 超越新竹 你是用你的摩天輪嗎 你是用你的石油嗎 挖到石油 致富嗎 你是用你的賭場嗎 我看不到你的任何手段 所以 但是我們看 整個高雄的市區裡面 到處都是他的廣告 包括最近這兩天 在平面媒體也 登了半版的廣告 而且還兩天 不是只有一天 是兩天 錢哪裡來 包括 他每次都講說 他絕不抹黑人 他絕不什麼 對 都你都不抹黑人 都是你的這個 義勇軍抹黑人 你院軍做了一堆假消息出來 你院軍做了一堆假影片 還不只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錢從哪裡來 誰幫你做的 花了這麼多錢 包括他 我最近也碰到他了 在選區碰到他 旁邊跟著十個保鏢 十個保鏢 全從哪裡來 誰幫你請的 你自己請的嗎 還是誰幫你請的 就是說從種跡象 從來都不是你講的 所謂的什麼 用每次用這種 白開水菜飯這種語言去講 好像講了一副自己 是非常低的 但事實上 你看你的家族 維多利亞 貴族學校 你過去來當了這個立委 然後你還跟這些 老大跟張榮為等這些關係 這麼密切 你是真的是這樣的人嗎 那現在選舉到了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你來 這邊以後 你來選擇用攻擊高雄 又勞又窮 就現在很好玩了 你到嘉義區也罵嘉義又勞又窮 到台南也罵台南又窮 那我想問你 那台東有沒有又來又窮 那花蓮有沒有又來又窮 南投有沒有又來又窮 那要不要換 所以說你根本就是 站在天龍國的思維 在羞辱中南部的人 全台灣照你的標準 大概只有台北市 沒有又勞又窮 其他全部都又勞又窮 那是你選擇性的攻擊 那你的解方是什麼 你的解方就是 我講過的摩天龍就是那幾套方式 高雄要相信你這樣的市長嗎 陳其邁剛剛講了很多 經濟的一些策略 現在要選的是選市長 不是選網紅 不是選藝人 所以這樣的方式 讓高雄確實非常的大擔憂 那講到那個賠稅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要嚴正的譴責 插播一下提醒一個人 這邊有個醫生 等一下 因為今天跟廖老師在聊 今年選起病態候選人 是不是特別多 是不是 因為公圍 我想等一下幫我們做分析 好 我把它講好 所以你剛剛的讀書是 對 他講賠稅這件事情 他當天的出席的場合 是婦女界的一個場合 那上面有講的女例 全場多數都是女性 大概只有 民意代表男性 我們以為是工章界區 許會員這些民意代表 許會員 你當著那個會員的時候 你講什麼話 你講說如果給1000個工作機會 你當著所有的女性領導人說 給1000個工作機會 我清理一下 給1萬個工作機會 我就賠稅了 所以賠稅的對象已經出來了 因為陪你睡覺 講得非常清楚 你不要在房東喝茶 是女性 你跟著所有的女性候選人 我先第一個是 後面有些他開玩笑 他說我是喝茶聊天而已 你能標會 如果是臉銷圍的話 在世界臉銷圍 也許大家覺得 你在正式的場合 講這種話 已經非常不恰當 你還是市長的候選人 你未來要領導 如果你當選的話 你還要領導高雄市 來這個大家長 你用這樣的原語發言方式 如果在國外的話 不只是道歉 恐怕都要退選 可是在台灣 就是用網紅的結果 你還可以不斷的這樣子 然後轉來轉去 還大受歡迎 聽說他還贏了7%的支持度 即將成為高雄市長 台灣的民主價值 台灣的選舉價值到底是什麼 如果年底10月24號 韓國瑜這樣的人選 能夠當選的話 那台灣的民主價值 當然北京就看笑話了 北京也很好跟他講 你看吧 我們幹嘛打你 那麼累幹嘛 花一點點錢 弄網軍 花一點錢養媒體 花一點點錢 搞一些黨派的人士 去把你弄一弄 抗議抗議 你就倒了嘛 你就倒了 你倒了以後 就可以講了 你們還敢搞民主嗎 中國的內部的溫和人 是還敢搞民主嗎 搞民主就是這種結果 所以說 台灣今年度的 10月4號選舉 真的是很關鍵 那為什麼要選擇 把高雄作為主要的 因為高雄是過去以來 很典型的 這個台灣的轉型 城市轉型很典型的角色 20年來高雄大幅的翻轉 如果高雄有機會 被國民黨拿下來的話 對於台灣來說 對於北京 絕對是大放鞭炮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拿下來 2020就是你已經倒一半了 2020已經倒一半 所以對他來說 台北市原來也是台北市 但是他現在把所有的 調到高雄去 就是因為高雄現在 是他最重中之重 如果高雄有機會 即使機會不大 有機會只要有一點點 機會成功的話 只要成功了 對北京來說 絕對一場大勝仗 再來我還是要回來再講 台北如果也攻下來的話 那當然就非常 我覺得鞭炮應該放不完 對放不完 鞭鋼24小時全放了 龜丹就亂逝了 就虎指的候選人全都上 最後我還是要回來講這件事情 吳敦義 吳敦義是高雄人 20年前 高雄人就是把吳敦義否決掉 讓謝長寧起來 讓陳居起來 改變了高雄的整個城市的命運 這個是一個北查企定 這是高雄認證的 他在旁邊講的 他講這個 韓國瑜跟許潰遠是天作者 許潰遠是誰 我們講的霸道議長 霸霸議長 如果只要在高雄都知道 他曾經在上次選舉說 大勝的怒罵 後不然給憲骨 多選幾席 意思說 你們多選幾席 我就下來了 結果高雄人就真的 給民進黨多選幾席 讓康育成上來 康育成是台大法律系的律師 起來 完全的改變了高雄 現在吳敦義派韓國瑜來 他也講年輕處 他本來就不打算贏 他就跟你撈撈就好了 他本來就不打算贏的 結果現在搞成這個局面 所以他現在看吳 這個韓國瑜跟許崑源 是天作之合 你讓這樣兩個人 來破壞高雄 來傷害台灣的民主 這就是你吳敦義 所以你吳敦義一路以來 所以難怪上次在發生 那個水災的時候 難怪你的太太說 這個高雄這個 老天有眼 對 老天有眼 然後你也順應的 對 你們對高雄的仇恨 就是這麼深嗎 所以我說高雄真的要看清楚 吳敦義加韓國瑜加許崑源 對 這樣的選擇是高雄未來要的 城市的命運嗎 是下一個階段高雄要走的路嗎 是要回到原來舊的那一套 被淘汰掉的歷史的那條路嗎 是 我希望真的高雄在10月24號 真的要盛盛的活向你們心中的一篇 他太太講老天有眼 他現在講許崑源跟這個韓國瑜 天作之河 我還以前想到 他有形容一個人叫人間極貧 人間極貧 最近好像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來我想請教 身為人家的太太 身為那個媽媽 提供一個1萬個工作機會 各位在場的電視機觀眾朋友 你們媽就要跟人家睡 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啊 我們講白一點 是這樣子嗎 可以嗎 來 這個雅蕙怎麼看 剛才我們看到影片當中 韓國瑜他很憤憤不平的想說 我自從到高雄選舉之後 我每天都要道歉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道歉 其實我想在這邊幫他複習一下 他為什麼要道歉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有一點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他說他要招商 那是用賠稅說來招商 他說他要讓發展高雄的觀光 他是在愛河那邊蓋穆天倫 他要道歉的部分 是為他這樣子的一個論調來道歉 他不是說我們反對他去發展觀光 我們不是反對他招商 所以我們希望他為這種事情道歉 是他的言論 讓我們感覺到深刻的不舒服 其實真的剛剛 我是一個媽媽 其實像他這樣子一天到晚講這一些 好像是在消遣別人的話當有趣 這樣子的一些言語 不斷的在媒體 不斷的在新聞這樣子大放送 那孩子呢 孩子是一張白紙 他就像海綿一樣 他會吸收這些話 有些媒體上的語錄都會變成一些經典 他在學校會去跟同學講類似的話 我聽你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送我一個什麼東西 會不會有這樣錯誤的價值觀 這是我們身為家長 真的要去深刻去想思考這個部分 你真的要讓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來當任我們高雄市的市長嗎 教育界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真的審慎來思考這個部分 我想還是要還原一下 為什麼大家一直對於韓國瑜 對於女性的尊重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的是說 你如果要當一個高雄市長的候選人 也就是說你現在在拼是要當高雄市長 那高雄市長如果是韓國瑜不尊重女性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能夠忍受 其實不只是所謂參加這個 姊妹之友會所講的這些話 我讓大家還原一下 為什麼大家一直認為說 韓國瑜其實他就是殺豬 他有殺豬言論 也就是說他對女性的不尊重 是從過去到那一天一直都存在的 我們看一下說 他曾經在2017年5月6號 就是當時國民黨主席在選舉的時候 他講什麼 台獨這個齊脈剛剛有聽到 比美獨還可怕 對 比美獨還可怕 因為美獨是個人的事 只會害老婆小孩受傷 但台獨會害2300萬的同胞 然後2018年5月5號 國民黨市長出選了辯論 他說請高雄所有漂亮的小姐 沒結婚的一個一個 拋一次繡球 他在講摩天輪 一分鐘就可以結婚 太興奮了 原來這樣可以結婚 這個對於我們這個 還沒結婚的女性 我覺得 真的是聽到都很難過 然後2018年8月4號 在一個議員的趙市場說 男人以天下為家 女人以家為天下 那我不知道現在我們的性別平等 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個今年的8月9號 他接受專訪的說 年輕時候 把馬子不會分人走 漂亮就追 這個真的讓我覺得說 一個候選人講的這些話 不只如此 在今年9月5號 他到雲林為張立善助選 他現在到處助選 大概留在高雄的機會很少了 他說成熟的女人像一碗湯一樣 煮熟的時候趕快喝 再不喝的時候就要交掉 張立善現在是一碗成熟的湯可以喝 大家看用這樣子來比拟 雖然在比拟他所支持的那個 國民黨候選人 可是身為女性的我們聽到 當然要用這樣來講我也很難過 然後就是高雄姐妹挺韓國語之友會 這很清楚 現場都是婦女的支持者 而且他有邏輯的 十個工作機會是握手 一百個親一下 他是有 一千個是可以 一千個親一下 一萬個就以身相處 晚上跟你睡覺 十個是握手 一百個是抱一下 對 一千個是親一下 一萬個就賠睡 然後現在國民黨的委員 所以不是說錯話的 不是說錯話的 對 世界的 然後國民黨的委員 對 世界的 然後國民黨的委員 我認為在封也沒有像台南林毅峰這麼封 開支付來地 也不是說到一句下流的威 說到一句澡台南人的威 雖然說在政見 一直開下去 少年人跳得很爽的 很爽的 很爽的 但是 人家現在不敢這樣隔掉 變成假 人家現在是很尊重選民 但是我們奇怪 這位選議 有必要選到這樣嗎 現在台灣的選議 說隔掉 你要用笑破人的嘴 做出變成這樣去 人家告訴他們 人家說 唉唷 不用再去撤擠 撤到什麼台下賓 撲手 你如果要拿這個 你就來選議員 不用再去找 軍工就不用工作 對 今天製作人還跟我講說 原來 陳庚基的那一番話是他教的 對 來我們聽聽這個大現場 原來是韓國語教的 來我們聽聽這個大現場 如果軍工叫 這個立法用強度觀察 未來台灣社會 軍工叫警會有兩種現象 第一 能撈則撈 反正政府不管我 我手上有公權力 我能撈就撈 我養老婆孩子 第二 能混只會 我何苦那麼認真 政府對不起我 我這麼認真 不是無聊嗎 將現在在軍工叫人 能撈就撈 能混就混 大家出發這個政府 好不好 能撈就 能撈就 能混就混 能混就混 大家出發這個政府 好不好 好 來 廖老師從他的語言語錄裡頭 所顯現這個政治素人 來 剛剛他念了非常多他的語錄 身為一個這個兩性作家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徹底的殺豬 而且是一個美品的殺豬 有的殺豬還會粉飾自己一下 就講著 講的話就是會拐彎一下或文士一下 他是徹底的顯露 我就是這樣的殺豬 你們要買單的話你們就買 而且他確定在場的那些女性大概會買單 我覺得最難過的就是說 當場的女性為什麼會買單 那麼嗨的那個給他鼓掌 我覺得比較難過的是這一點 那麼 所以我覺得女性可能也是要再教育 再教育 對 對價的 男性是怎麼樣是男人 怎麼樣不是男人 真的 不是靠那條片的嘴巴 OK 韓流也吹到了台中 我們聽聽看 在這個禮拜六的大型造勢活動當中 身為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昌 當他在關心台中這場選舉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韓流 他也提到這場選舉對台灣的重要性 現場湧入了3萬人 來 聽聽看 在現場當中蔡其昌是怎麼說的 我們現在 都用上街的將聲 來歡迎來主海參 我們來歡迎富裕女 副基昌 歡迎我們的國會領袖 副基昌 顧月總 謝謝 各位現場的中部的視頻好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十一月二十 我們大家有心心 我們要贏這場選舉 有心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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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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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改變 我們改變台灣 所以副基昌拜託 我們要有心心 堅持改革 甚至進步 支持理好林家龍 好嗎 這場的選舉 我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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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的政策 副基昌 林家龍 跟所有政策 的政策 相信 在萬努民眾所有的 假消息 在我們的民眾所有的 幕後 無法 破壞所有的台中市民 我們堅持 用國政策 用國陽光的選舉 我們相信 這個城市的市民 是有理性的 我們堅信 只有光榮進步 只有相信 台中市的市民 我們必將贏得選舉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高雄有寒流 台中人 我們不怕寒流 我們堅信 再強的寒風 只會讓人們感到害怕 用所有危機的方式來動員 用所有恐懼的方式來動員 這個不是一個進步城市 該有的作為 在這個城市裡面 我們有林家龍 因為有林家龍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城市在改變 我們已經連續三年 我們台中PM2.5下降 我們已經連續三年 台中火力發電廠燃煤的數量下降 還好有林家龍 我們的林家龍 可以讓台中的空氣變好 只要再給林家龍四年的時間 我相信 台中的空氣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好 大家說是不是 還好我們有林家龍 我們大台中 作為台灣第二大的大都市 我們正在轉型 我們在等級 我們要做大人 鄂良 我們利用這四年的時間 我們台中的交通建設 一緣二緣三緣 一緣一緣一十一十一直停 還好我們有林家龍 这正是台中长林杰郎所讲的 现在是一个改变中进步中的台中 台中在这场选举 有没有可能会走回头路 同样的思维逻辑之后 那也出现在民进党在港租的情形那次 刚刚那个蔡奇章副院长 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韩国瑜他是用所谓的恐惧动员 跟仇恨动员去挑起国民党 在高雄这些支持者的不满 那这样的操作手法 他其实也是失诚至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中国共产党入侵西藏那一段 当时西藏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和平的 然后那个中国共产党 他就去挑动当地的一些边缘人 地体流氓 去破坏当地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然后给他天翻地覆 大干异常 然后去从此颠覆了整个西藏的秩序 让中国的解放军进去 那这样的手法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瑜在这次高雄的选战 也一直在使用 他之前一直不停地去散布一些 所谓的拔装的消息 结果后来一查证发现 怎么都是民进党里面相对边缘的人 而且有的还是有案底 所以这种东西就代表 他不是民进党的主流的成员 然后因为可能自己不得志 当年是支持杨秋星的 然后后来老大就先跑去国民党的 然后有点孤单 所以这一次就被韩国瑜吸收走 那韩国瑜的这一种操作手法 他甚至还把这个媒体的公信力也赔进去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最近的牙医师工会的那个理事长的事情 因为他只是单纯的去配合 那个他的朋友去拜会一下 然后居然有一条独家新闻 这很妙 为什么会有独家 很明显是国民党那边 刻意去操作放出来的吗 结果后来那个牙医师 他亲自出来证明说 没有 我就是挺陈其迈 那这样谁是要受害最深 其实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是那一位放独家的记者 因为他等于说他赔了他自己的信誉 是 昨天信宏特别提到 巴西川普当选总统 全球的右翼崛起 让北京事实上是十分的担心的 那中国在周遭国家 他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在这个柬埔寨有成功的案例 当然在这个马尔地夫有挫败的案例 而这一次呢 他的操兵潜将 在台湾要登场的同时 如果按照现在假新闻假民调 连我看到今天连中国时报呢 说连台南都选情告急 坐在A3版的头条 差距拉近 高斯伯紧追黄伟哲 这个叫做标态 投票者支持度只差5.7个百分点 我不知道这场选举当中 到底有多少民调 我们可以相信可以采信 也许他是真的 那如果真的是真的话 民进党应该到现在 只有台南是相对稳定 照这样讲台南都可能会翻盘 我对于台南的民主是很有信心 我也不认为说中共的这些手段 也许闹一闹会 乱一乱会不会赢 可是他不会赢 中共不会赢 不等于民进党这个执政党 一定不输 所以这个是属于蔡英文总统 整个党中央你们要说清楚的 比如说在台北 有那么多暗地里在支持柯文哲的人 为什么不开除 这个已经是讲的时代不要再讲了 民进党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带路 你自己有候选人 你自己有候选人 然后你的整个的团队里头 还有哪些人在支持柯文哲 那这个事情你叫人家 时代力量因为这个一个 要不要支持柯文哲的问题 我认为时代力量崩盘 整个崩盘 没有 吴征已经 是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所以吴征很可怜 他很优秀的年轻人 他知道他赞死赞走 他赶快走 可是他整个你看那个 整个时代力量在讲什么话 但是不要看时代力量 民进党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民进党如果是这个磨磨糊糊 打这种这样子松松散散的战 那民众会觉得说 我当天去玩就好了 你觉得柯文哲真的会当选吗 我不认为 我覺得姚文芝還是有非常大的機會當選 因為我所知道大家拿著票 在那邊等民進黨說幾句話 你講話我就去投票 你如果不要告我就在這裡等你 看你多厲害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蔡英文總統 你一定要聽到 選民還是願意把票投給民進黨 可是他們現在果足不前的原因 這場選舉看起來變數非常非常多 非常謝謝各位 吃魚鎖定新台灣家也我們再會了